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对我倒是没听出来别扭 我压根就没听懂 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思的 李靖你看 我这观点都要证明了 这个相声他必须用北京话 你这个观点太绝对了 你要说绝对吧 倒也真有例外 有这么一位演员 他就用略带家乡方言的这种语言 不但征服了当地的观众 而且得到了全国观众的认可 甚至有人认为他的相声 是可以和北方相声平起平坐的南派相声 我们来听听他的声音 天津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 我是福兰的现身演员大兵 非常荣幸来到天津 让我们欢迎把南派相上 推向全国第一人的大兵老师 天津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非常高兴来到天津 跟大家表演我们掌勺的先生 希望大家喜欢 就是欣赏我们掌勺的相声 掌勺的相声 天津是徒师是怎么着这个 长沙的 长沙的 天津是取义之乡 是相声的发源地 我作为湖南的相声演员 我梦想就是来到天津 给咱们全世界最好的相声观众 表演我们湖南的相声 天津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 大家好 好 大兵老师不见老啊 我出名很早 我12岁就出名了 我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原因啊 就是那个眼睛特别小的人 他就不容易看着显老 有道理 有道理 这他特别有体会了 当上人都有体会了 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南派相声 您觉得什么是这南派相声 为什么观众会把这个南派相声 这个概念把它炒作出来 并且接受呢 实际上这是相声本身的特色决定的 相声是语言的艺术 更准确地说啊 相声是方言的艺术 方言的艺术 说相声一定要用母语表达 你不是说我说湖南官话 大家都能听懂 这个诗情啊 我们好好地商量一下 看看这个诗情我们要如何解决 大家能听懂吗 能了 你看这就是什么 就是过去说读过书的 证过音的 才知道这个字正字怎么念 以后我们就演变成了普通话 大冰老师确实对于语言有很深的言调 咱们跟大冰老师得多聊一会儿 咱这样吧 咱们这个后面这四位站着受不了 这站着他就 他还可以 能坚持住吧 是啊 你看你看都没有问题 这是 真人这是 辛苦啊 辛苦 再见这会儿 我们还有两个小时就聊完了 今天咱们第一段 您给我们推荐一段什么样的作品呢 是这样 我们湖南的相声呢 说它南派呢 有一定的道理 湖南并不是一个相声 非常发达的地区 严格地说 湖南是相声的老少边穷地区 你看我们说 北京人说 今晚上我们听相声去吧 北京人就 可以啊 但是你在湖南说 你说今天晚上我们卡了OK去吧 很开心 你说我们听相声去吧 湖南会觉得很陌生 听相声能听一晚上吗 他的感觉 听相声不就听一段吗 那听完了以后呢 他会问你 这就是湖南人 他对于相声这个艺术啊 还是不是特别的熟悉 严格地说 相声这门艺术进入湖南 是从六十年代才有 你看我们相声一百多年的历史 真正在湖南有相声历史 到现在也就是五十多年 这五十多年得有一半多 都是大兵老师的特色 不是 不是 我再说一下 跟咱们天津的福老小姐们介绍一下 我们湖南相声呢 介绍不了 这苏格亚已经涂白沫 我觉得他们行 来 掌声鼓励一下 坚持住 为咱们天津相声 一定要站好这一班掌 您是把我们天津养揚豁出去了 大兵老师 这样大兵老师 一会儿 听我说 湖南相声有一个老祖 叫做开口笑 这个人叫欧德林 他大概在六十年代 就去世了 当时他就说 说湖南相声 这四位也快去世了 还没有 他呀 说着来话长